美国总署成功测试全球最大推力的固体燃料火箭推进器 有望于2033年用在人类登陆火星的计划 美国太空总署形容为全球最强的火箭推进器 当地星期三在犹他州进行地面测试 推进器重达800吨是全球最大 历时两分钟的测试所产生的动力有360万磅 逐移推动14架波音747客机 噴出的火焰温度高达近摄氏2500度 推进器不少零件都是循环在用 例如是取自退役穿梭机 太空总署说测试成功 形容是未来太空科技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2011年所有太空穿梭机退役之后 美国太空总署一直发展太空发射系统 和捏护导太空船以取代穿梭机 并且计划将人类送到更远的地方 例如是小行星甚至是火星 今次测试的火箭推进器 就是计划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太空发射系统最快会在2018年首度试射 若果测试成功 四年后会载人升空 期望最终能够在2033年载人登陆火星 和其实 并且